尊敬的慧平大和尚 各位法师 尊敬的朱校长 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第110页 经文倒数第三行 从最后一句看起 人能自度 转相整记 智心求悦 积累善本 虽一世精尽勤苦 虚于奸耳 后生无量寿国 快乐无极 永拔 生死之本 无负苦恼之患 受千万劫 自在随意 一个精尽 求心所愿 无得一回 自为过旧 生彼边地 七宝城中 与五百岁 受诸恶也 看到这里 人能自度 而后转相整记 先不说别人 说说 我们 这个人 能不能自度 再问问自己 自度是什么意思 自度就是不迷了 自己不迷了 就叫自度了 自觉了 学佛 就是学觉悟 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那我们现在学习 先从自觉开始 大家现在都很自觉 念佛的时候 跟在后面 吃饭的时候 端起碗筷 都很自觉 做得很难得 这算觉悟吗 也算 但是觉悟 是要不断去学习的 所以 我们要把觉悟的灭 不断地扩大 对我们来说 这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实际上 真正的觉悟 是一觉 一切觉 就像这灯光 在一个房间里面 开关 开关 按下去 电流通了 整个房间都亮 会不会一半明 一半暗啊 不会啊 一明 则全明 一按呢 全按 所以真正觉悟呢 这一觉 就不再迷 什么不迷呢 什么都不迷了 我们现在以为啊 我听经 我读经 我道理 明白了 然后又说呢 遇到境界 就做不了主 那就好像刚才说的 那灯 明了 这房间呢 一半明 一半暗 岂有此理啊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真正明白了 觉悟了 那就在生活当中 不再迷惑 我好像懂了 但是还是会迷 怎么回事呢 就是好像懂了 听听 好像懂了 好像懂就是没懂嘛 所以说好像懂了 真懂了 就不迷了 不被什么迷呢 说具体一点 不被是非人我 所迷 不被贪嗔吃慢 所迷 不被生活中 所有的遭遇 所迷 不管生活中 出现什么样的遭遇 心不迷 再说具体一点 就是心不会烦恼 不计较 不在意 不执着 反正就是不烦恼 这叫自己 觉悟了 念佛人呢 自己 信愿坚定 这句佛号 念念不忘 这一生 肯定往生 这叫自动 听仔细了 念佛人 这一生 往生 信心 不移 愿力 恳切 极乐世界 非去不可 阿弥陀佛 一定来接 这个世间 什么都不计较 这个人 就是莲花国礼人 这叫得度了 真的 我们说的得度 这才是真的得度了 就是那个船啊 上去了 你还会计较 还会在意 不管什么 没得度 为什么呢 船还没上去 所以就在这 一念之差 大家可要考虑清楚了 这叫自度啊 佛来度我们 我们也得配合 我们肯放舌 不计较 那就得度了 我们还要斤斤计较 这样计较 那样计较 那就无法得度 阿弥陀佛 度不了 一切祝福 也度不了 原因是什么呢 不肯上船 并不是佛 不度我们 而是我们 不肯得度 所以 这个制度 就是自己要觉悟 一定要觉悟 没有理由 我不想苦 我不想烦恼 我不想轮回 我想往生 真的想吗 真的想 那就好 从今天开始 是非不要管 厉害不要管 别人说什么不要管 你说我管谁啊 你就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归你管 好了吧 阿弥陀佛都归你管了 你还要管什么啊 想想自己都会开心 哇 我能管阿弥陀佛了 对了 没错了 管阿弥陀佛的权利 全都交给你了 除此以外 你什么都不要管 就把阿弥陀佛管好 这样念佛 这样生活 自己就得度了 在生活中 就再不会去烦恼 管他什么是非恩怨 厉害得失 儿女情长 这一概不予理会 遇到了 记住 嘴角向上 阿弥陀佛 是也阿弥陀佛 非也阿弥陀佛 儿也阿弥陀佛 女也阿弥陀佛 来看你也阿弥陀佛 不来看也阿弥陀佛 别人说你好也阿弥陀佛 别人骂你坏 还是阿弥陀佛 静缘无好丑 佛号亦少过 这样念佛 岂不是天天自在吗 念念欢喜 念念极乐 为什么呢 因为得度了 这叫得度了 所以开心啊 不要再下水了 你已经上船了 不要再下水了 下水 那就要受烦恼了 这是我们念佛人 一定要记清楚的 人能止度了 而后转向整记 辗转去拯救 去嫉妒 有缘人 哪些有缘人啊 管他谁是有缘人 一见到人就阿弥陀佛 都是有缘人 记住了 你不要挑来拣去啊 这个有没有缘 那个有没有缘 只要见面就是有缘 你看今天跟大家有缘 过去见过有缘 今天第一次见也是有缘 没见面呢 没见面的在排队呢 可能迟早要见了 见面即是有缘 有什么缘呢 看我们用什么心态面对 嘴角向上 欢喜面对就是善缘 嘴角向下 冷面相对就是恶缘 都是一面之缘 善恶 就在这一面之间决定了 所以那布袋和尚 为什么他要天天笑啊 他跟每个人结善缘 眼前皆是有缘人 相见相亲 整部满腔欢喜 整部满腔欢喜 这个弥勒菩萨有这么一幅对联啊 上联就是这么写的 眼前放眼看去 都是有缘人 见一回亲一回 相见相亲啊 整部满腔欢喜啊 越看越高兴啊 我看大家越看越高兴啊 为什么呢 善缘相聚 怎会不欢喜啊 有人说了 我看你不顺眼 你看我不顺眼没关系 我看你顺眼 我眼睛没问题啊 我们有时候呢 为难自己 我就看你不顺眼 我就觉得你不对劲 为难自己 为难自己 何必呢 我们看别人不顺眼 别人不会有什么想法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眼睛开始痛了 心开始不舒服了 看到他就别扭 吃饭都吃不下去 是不是为难自己呢 所以我们要转一个观念 看到所有人满腔欢喜 光洁善悦 夏连这么说 世上尽多难耐事 这个世界上啊 都是一些不耐烦的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不要反 各有因果 自作自受 何妨大度包容 每个人的所作所为 自有因果 我们招什么急呢 他招恶也好 他修善也罢 各有因果 谁也不能干涉 所以 你就欢喜在旁边看着 以大度量去包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什么叫难容啊 别人看不顺眼 别人无法包容 我们看到 有什么不能包容的 不过就是这样 人家又没有把你肚皮捅破 你干嘛不能包容啊 自然而然 烦恼就化解了 转香整计 这是第一步 先学会 与一切众生 结欢喜缘 然后 这个缘会慢慢的加深 一步一步引导 逐渐 引导众生 觉悟 最终 劝有缘人 劝有缘人 咱们同生 极乐国 转香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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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比落水了 我们这船经过啊 要命的上船啊 不要命的等着啊 这就是转香整计 智心求悟 积累善本 智心就是真心 诚心 专心 一心一意 求悟 求什么悟呢 前面都说能够觉悟了 觉悟的人求什么愿啊 当然是觉悟的愿嘛 什么愿是觉悟的呢 不为自己 不为自身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个愿是觉悟的愿 听仔细了啊 不为自己 你说我为自己有错吗 没错 可不可以呢 可以 那我还这样吗 管不着 愿意这样继续 没人管 但是 我们说过要求觉悟 要学觉悟的 真觉悟的人 他不会这样 为什么不会这样 觉悟了 觉悟的意思是什么呢 觉悟的意思就是 不再计较 不再计较 执着 这世间的一切 厉害得失 再说根本一点 觉悟的人 他觉悟了什么呢 他觉悟到 根本就没有 所谓的自己 哪里还有自己 所谓的利益存在 凡人迷在其中 才认为 有个自己 有个自己的身体 有个自己的需要 为此去求 种种外在的果报 无非是要这个身体 去享受 无非是安 那颗感受的心 真正觉悟之后 这些东西 都不重要 所以菩萨发愿 才能真正 持己为人 他没考虑过 自己什么状态 这一念转变啊 那生活方式不一样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多数时候 都来向佛菩萨求什么呢 求自己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儿女双全 心想事成 夜梦吉祥 反正十全十美 能想的都想出来 样样都求到了 哇 我这一生 学佛没白学 佛菩萨真好 有一样没求到 佛菩萨好像忘记什么了 我还有某样没有埋怨 还要再求 为此我要念多少部经 我要念多少声佛 我要科多少大头 不为别的 就为我儿子考上大学 这也是我们常见的 这是刚才说的 有人问这有错吗 这不能说对错 这不是用对错去衡量的 对一般人来说 这完全可以理解 也理所当然 但是放在这里 前面说了 这有一个制度了 觉悟了 真正觉悟的人呢 他不再计较这些了 你看一个修行人 真正觉悟了 他甚至于现在 这个身体什么状态 他都没有考虑过 他考虑的什么呢 他考虑的就两件事 哪两件事呢 我们也常听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其实是一件事 所谓上求佛道 我们以为是搬个梯子 往上爬 叫上求佛道 佛是觉悟的意思 佛道即是觉悟之道 到哪里求啊 你还用求吗 不迷就是觉悟 什么叫不迷呢 能够 以对佛之心 对一切众生 这叫不迷了 这就叫下化众生 它是一桩事情 所以觉悟的人 他考虑的 这个愿 就是如何能够 利益更多众生 给众生提供更多机会 早日觉悟 至于他自己如何 他没考虑过 他可能很糟糕 甚至于他也可能 结果很不好 他也没考虑过这些 经上有这么一个例子 菩萨 修布施 拼命布施 这布施的太厉害了 他是个国王 什么都死 老天爷 玉皇大帝 尸体还阴 感觉不对劲了 人间这个人 天天在修布施 福报太大了 超过我了 将来有一天 要上天 抢我的位置 怎么办 不行不行 我得劝劝他 别让他布施了 于是 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 很殊胜的 像菩萨一样的人 来见这个国王 跟国王说 菩萨国王 这是个菩萨国王 你不要再布施了 不要再去做这些事情了 国王说 为什么 这个天神变现的 这个假的菩萨 就跟他说了 说你这样修布施 对你没好处 怎么没好处 何以见得 那你自己看吧 这个天神说着 手一挥 马上变现出 地狱的境界 地狱出现 像看电影一样 就在他面前 里面好多众生在受苦 这国王看到 就问了 怎么回事 地狱里面 这些众生受苦 他们造了什么业 那天神就说了 你自己问问吗 问他们自己 面对面可以问 国王就问了 你们生前造了什么业 才堕到这个地狱 受苦受难啊 这些地狱众生啊 都是那天神变的 所以就按天神的意思说了 国王啊 你不要布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前 就是一辈子修布施 修到地狱来了 现在在地狱受苦受难 千万不要再布施了 这天神想啊 你看有证据吧 你应该不会再布施了 国王听到 回过头来 问这个天神 这些修布施的人 堕地狱了 那么他们帮助过的人 去哪里呢 哦 这个天神开始没想过 马上说啊 他们帮助过的人 都升天了 所以啊 以后不要帮人了 以后啊 接受人帮助是可以的 国王一听啊 很欢喜 跟这位天神说 这就是我的心愿 只要我帮助过的人 都过上快乐的生活 哪怕我堕地狱 我也没有丝毫遗憾 国王这么表态 天神无可奈何 收了神通 惭愧不已 向这位国王菩萨 五体投地 献出自己的来面目 向国王说 我以为国王 修这么大的布施 是为了求人天福报 原来真是菩萨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 得离苦 大家说 这国王会不会 堕地狱啊 不会吧 如果国王会堕地狱 那天理何在啊 不为自己的人 会不会受苦啊 不会 别人看到他 好像他会受点折磨 受点苦 其实他根本就没苦 这个概念 你要问什么缘故 因为他找把我的概念 给粉碎掉 谁受啊 我们就是计较那个我 执着我的感受 所以我们再怎么有钱 地位再怎么高 福报再怎么大 总是摆脱不掉口 那个原因就是 有人在受 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为什么菩萨发心 他发的那么纯粹 义无反顾 其实他是觉悟到了 这才是真正离苦之法 唯有真正淡化自我的人 才不会受苦恼 烦恼的困扰 越在意自我的人 在生活中越烦恼 其实也不难懂 大家冷静地去思考 去观察 不难发现 我们在生活中 某个人 他很敏感 我们会这样说 所谓敏感就是 他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别人怎么说他 别人怎么对待他 你说这样人苦不苦 他会很苦 别人一个眼色 哇他说我受不了了 为什么受不了 他居然用那个眼色 看我真受不了了 其实别人可能是无意的 哪怕有意 翻个白眼又不会死掉 干嘛那么痛苦 要死也是他自己死 你何必那么计较 小小举动 很难受 严重地说一句话 哇七个半死 气死我气死我 真受不了 怎么能这样说我 你看我 越在意我 痛苦越严重 这个是苦的根源啊 所以为什么 佛教我们发愿 不为我 大家就明白了 那是教我们真正离苦 那我们发愿去极乐世界呢 发愿去极乐世界 依然不是为自己求安乐 到极乐世界是去干什么啊 到极乐世界 依然是为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如果你说 哇我到极乐世界 就可以退休了 我这辈子念佛算上班了 念到极乐世界就退休了 我准备在极乐世界 那上品上升莲花中养老 这样想会往生吗 这个心不叫菩提心 菩提心 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以这样的心念佛 则念念与佛相敬 这叫发菩提心 一向专利 这个致心求愿 这个愿 就是这样的大愿 放心 菩萨发愿 为众生 他自己一丝毫都没有损失 我们看到的菩萨 你看看哪个菩萨 因为这样的愿 他亏本了 有亏本吗 他没有啊 观音菩萨也好 地藏菩萨也好 个个都是因为这样的愿 早早就成大菩萨 我们在这边天天苦苦哀求 菩萨帮一下嘛 帮一下嘛 再帮一下嘛 结果越帮我们越苦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一种苦难的心态 根本原因在这里 所以发愿 我们要慢慢地过渡 从追求世俗的个人利益 慢慢扩大 为更多的众生 再慢慢扩大 为一切众生 再慢慢扩大 忘我的为一切众生 到最后啊 那个谁在受苦 谁在烦恼 就没有了 念佛人也是这样 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 为一切众生 念佛 往生净土 承愿再来 承愿再来 扩度一切众生 我们多想想这些啊 你就不会盯着某个人 我老看他不顺眼了 这几天还在这里 耳朵竖起来 那个人老是说我闲话 不会烦这些事情啊 我们现在天天的耳根不清净 心里面在那边计较 烦来烦去 无非都是这些琐碎的事情 多想一想菩萨的愿 佛的愿 那应该是我们的愿 我们的烦恼就会轻很多 积累善本 积功累得 万善之本 是什么呢 万善之本 从根本上讲 以念清净心 从我们现前来说 念念阿弥陀 念佛 以清净心念佛 那就是万善之本 什么最为善呢 欢喜念佛最善 什么是大善呢 一天到晚念佛就是大善 有人不理解啊 一天到晚念佛 什么事没做也大善吗 至少大家 这几天来永宁市 一天到晚念佛了 外边没有造恶业啊 没有杀人放活 没有给社会制造动乱啊 你说是不是大善啊 没有造恶就是善啊 更何况 念佛在净化这个世界 很多人可能感觉不到啊 这个永宁是为长洲 做了巨大的贡献 什么贡献啊 这是长洲的净化器 大家天天来念佛 就是净化长洲的磁场 多一个人念佛 多一个人念佛 长洲的磁场 就多一分祥和 现在是四百人五百人 将来有四千人五千人 四万人五万人 一个人能影响一百人 一百人一千人乃至一万人 我们念佛的时候 这个念佛的那个波 它就向周围去辐射 无形之中 就给这一方的民众 带来吉祥平安 所以这个贡献啊 不可思议的大贡献 很多人不知道啊 这个就是万善之本啊 没念佛的时候呢 没念佛的时候 用念佛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打佛旗的时候 大家都来念佛 在道场的时候念佛 离开道场 回家路上继续念佛 平常生活中 就用念佛的心 吃饭穿衣 上班工作 不管做什么 都是用念佛的心 念佛的心是觉悟的心啊 欢欢欢喜喜 自由自在 那所做的一切都是善本 都是在积功累得 念佛堂 念佛的同修 在积功累得 修万善之本 那厨房做饭的同修呢 他们在收万善的果实 大家在念佛啊 修功德啊 功德修出来去哪里了呢 那个厨房做饭的菩萨 在收 这边有多少功德 他通通打包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吃饭 就没力气念佛嘛 你吃饭要交钱啊 交功德钱啊 所以你念佛的功德 那个做饭的菩萨 通通都有 不会吃亏 护法菩萨 也不例外 来成就念佛人的 这些所有的工作 通通都是在分享功德 所以这个道场 离里外外 大家带着菩提心 欢喜的心 去付出 处处都是功德 积累善本 养成习惯 记住了 我来永灵式 是来积功累德 是来断恶修善的 是来欢喜念佛的 在门口进来的时候 再提醒一次 还有没有垃圾 放到外面垃圾桶 那个垃圾就是隐形垃圾啊 是非啊 这些计较啊 全部把它放下 走进来 欢欢喜喜 有人走得急 进来忘记放了 没关系 放生池也丢进去 只要想起来 都把它丢掉 不要一直装在心里 回去的时候 也不要再剪啊 没了 全部没收了 没有这些东西了 带着一颗念佛的 欢欢喜喜的心 回到生活中 天天如此 虽一世精进勤苦 须于兼儿 一世 多长时间呢 其实啊 也就是一呼一息之节 很多人以为这一生一世很长啊 哪里很长 不过就是一呼一息 这佛问地址啊 人命在几间啊 人命有多长啊 一个地址说 人命 有几十年啊 在几十年间 佛说你不知道 又问人命在几间啊 有人说啊 在吃饭之间 片刻的功夫 在饭之间 佛说您也不知道 又问呢 最后一个地址说 在呼吸之间 佛说了 你知道了 什么叫知道啊 就是开悟了 人命在呼吸之间 人的一生 其实就是一呼一息 睁开眼睛 闭上眼睛 不过如此而已 有多久啊 没有多少时间 客观来说 充其量 人生不过百年 但是仔细算一算呢 各位 没有百年啊 仔细算一下 今天在座的 都自己拿小算盘来 算一下 五十岁了 还是六十岁了 七十岁了 还是八十岁了 九十岁了 还是快到一零零 按一百岁算 有人不高兴 晚辈去给他 祝寿啊 祝你长命百岁 他很生气 什么意思 你说我过几年 就会死吗 九十多的老人家 真不能祝长命百岁 那要祝万寿无疆 才可以 假定能活一百二十岁 自己算一下 每天睡觉几个小时 平均八个小时 有些同学说 我很精进的 我现在睡四个小时 现在你是睡四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也没睡 你是天天睡两个小时吗 我这几天天天 不是这几天 你小时候也睡四个小时吗 小时候天天睡觉 怎么不算呢 这是算平均 二十岁之前 睡觉的时间是偏多的 十岁之前 睡觉时间是更多的 三岁之前 几乎是天天睡觉 所以平均每天八个小时 这还是比较粗略的统计 八个小时睡去了 去掉三分之一 每天吃饭用多长时间 吃三餐吗 一般是吃三餐 吃三餐 我吃饭很快的 几分钟就解决了 你不做饭 当然快了 做饭时间要不要算上 洗碗筷时间要不要算上 吃完饭上厕所要不要算上 平均一餐饭 要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又过去了 吃完了饭 念佛时间还没到 再聊聊天 再散散步 再打打电话 怎么说半个小时 也很轻松就过去了 还要算吗 没念佛的时候 要上班 要应酬 下了班之后 哇我好累了 我要放松 我要休闲 什么都没事呢 电视打开看看 这个我要知道 那个我要了解 每天算下来 估计两个小时都不到 所以真正留给我们 来精进念佛的时间 平均下来 其实没有几年 所以各位老同修啊 其实现在真好 怎么说真好呢 一不上班 二不用应酬 三不用烦着 去找地方念佛 你就一天到晚 现在纯粹的念佛 多好啊 还烦什么呢 所以自己想明白了 现在啊 大家住在永宁市 那个极乐园 安养院 是人生福报 最大的时候 住进来的都是大福报 你想想 之前忙了半辈子 辛苦了一生 什么也没带来 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了 你要放过自己啊 别再计较那些 过往的种种 人我是非 恩恩怨怨 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 就是制度 家里面儿女什么的 也放过他们 心里面不要抓住他们不放 放过他们 也是对他们慈悲 他们对你好 也不要牵挂 他们没有想起你 也不要抱怨 多么自在 欢欢喜喜 好好念佛 你说不行啊 我年岁大了 要有人照顾啊 别这么想 千万别这么想 那怎么不这么想 你这么想会苦的哦 那要怎么想啊 反过来想 整个眼睛看看 谁需要照顾啊 我来照顾你 要这么想 早上醒来就每个看看 谁需要照顾 我来照顾你 先想着去照顾别人 你说我年岁大了 别老这么想 有比你更大的 你每天就去看看 师兄啊 需不需要我照顾你啊 我还能走一走 我可以照顾你啊 七十岁的照顾七十一岁的 八十岁的照顾九十岁的 九十岁的照顾一百岁的 都住进来念佛了 你不要再分 我的儿子多好 你的儿子不孝 你还以为这边干什么啊 还在聊天 还在闲聊啊 都住进来了 你没有儿子了 这里面都是 莲花眷属 诸上善人 住进来的人 才是一家人 你人在这里 心还在外面 你什么意思啊 没把这里当家看 所以会苦 你把心安下来 住进来的 才是一家人 不要大家进来 彼此好像都陌生人一样 老死不相往来 你活你的 我活我的 你有儿女 我也有儿女 不苦才怪呢 将来到极乐世界 大家都是 弥陀眷属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啊 现在还不赶紧熟悉熟悉啊 所以每天 要学着 照顾其他的同修 别老想着来照顾我 你越这么想 越被人照顾 越被人照顾 身体越不好 身体越不好 就越苦恼 越苦恼呢 就越烦恼 越烦恼 越想着被人照顾 变成恶性循环 所以这观念一转 你就转苦为乐 你动力就有了 你这么一想 你说不行啊 我力气没有啊 你看你一想就没力气了 你不要这么想 不这么想就有力气嘛 你试试看 你不要这么想 你就发起这个心 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 你就是真的没力气 阿弥陀佛会趁你一把 什么缘故 因为你想的跟佛一样了 你是站在佛的怨心立场去想的了 这一念转过来 叫入弥陀怨海 你就得度了 然后你就可以度他了 多么简单 这就叫觉悟啊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改变 这样修行叫精进 精进就是态度的改变 观念的转变 一般人理解 一般人理解什么叫精进啊 念中 播个不停 这叫精进 当然也是一种 形式 真精进 烦恼清 智慧炸 那是真精进 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如果烦恼没有清 智慧没有开解 你用什么方法 都有可能自寻烦恼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要明了 真精进 那就越来越发喜 再也不会计较 那些烦恼的事情了 这样过日子啊 哪一天过得飞快啊 快乐的时光快啊 不会数日之过 要数什么呢 数莲花 种了一朵 十朵 一百朵 哇 五百朵莲花 好开心哦 这样过日子 结了这么多善缘 帮了这么多众生 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天下还有比这样日子 更好过的吗 所以勇猛精进 别人会以为 哇 这个人很苦啊 很累啊 其实 他的感受是 虚于间耳 虚于间是什么 很快啊 一眨眼就过去了 你不眨眼 他也过去 这个时间对人来说 是没标准的 人为什么快乐的时候 总感觉 哎呀 过这么快 过这么快 烦恼的时候 哎呀 怎么还没到点 怎么还没到点 那时间是没分别的 人的感受不同 你老是在意烦恼 老是跟自己过不去 就会度日如年 所以老得很快 别人过一年 也是过了三百六十年 所以老得很快啊 活得不一样 念佛人要想走得自在 首先得活得自在 记住这句话 有同修老师生活中啊 遇到烦恼 就开始发牢骚 我不活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想想吧 自己活都活不好 你还想将来走得自在 你以为阿弥陀佛是出气筒啊 有了情绪了 发牢骚了 就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 生活中都不能得自在的人 走的时候没有可能自在 他都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为什么呢 气晕了头 你说要去哪里 方向都迷掉了 所以念佛人要从当下生活中 调整 念佛的心不仅是对阿弥陀佛 而是对生活的一切 生活自在 则生死自在 你说我将来走的时候想怎样 那你就现在怎样 你现在在生活中 能够在种种境远中 不生烦恼 别人说什么不计较 心里面什么不有牵挂 那你可以跟人这样说 我活得自在 我将来也要走得自在 为什么呢 这就好比训练一样 现在是训练啊 我训练好了 我有师生把握 佛那一边你不用考虑的 佛对每个人是平等的 佛还有差别吗 所以要准备的只是我们当下的状态 要这样去念佛 这样去经济 时间很好过 日子很欢喜 百年光阴 不过 眨眼之间 忽然 再一次聚会啊 已经到了 网声新闻发布会 说来也快 五天时间很快 过去了 五年也很快啊 大家试试看 差不多有五年了 五十年又怎样了 一转眼 真要跟大家挥手 拜拜了 过去的一切 已经过去 而当下的喜悦 从未减少 念佛 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无有众苦 但受足乐 到底是一百年 还是虚于尖 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呢 生活品质好了 管他时间多久 对念佛人来说 现在才刚刚开始 幸福快乐的生活 永远过不到头 所以叫无量寿 各位 熬出头了 总算熬出头了 是轮回的苦日子 过够了 一定要 觉悟过来 还没有熬出头的 回家再熬一熬 熬够了 赶紧觉悟过来 苦总是自己苦 无人能代替 阿弥陀佛为我们 提供的无量快乐 为什么不欢喜接纳呢 后生无量寿国 快乐无极啊 你看是不是这样 后是什么呢 明天 我们常说明天会更美好啊 就是明天 对我们来说 就是明天 我们要带着这样 一种乐观光明的心态 去迎接每一天 无量寿国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第一功德 就是无量寿 这是针对在轮回中 我们生生死死的短命而说的 所以以无量寿来做代表 那要针对我们在轮回中 天天受苦 天天烦恼呢 那极乐世界 快乐就是第一功德 快乐无极 所以连着说 这无量的寿命 就是过无有重苦 快乐无极的生活 哪里有苦 连苦的名称都听不到 所以念佛人 我们现在要准备好 过这样的生活 自己整理一下 看还有哪些苦 没有收拾掉 赶紧整理干净 有人回收全部给他 有人专门回收这些苦啊 别人的苦都拿来 装在自己心里 没事就翻出来 把自己折腾一番 这就叫自作自受 所以念佛人 一定要觉悟 我们是准备过 最快乐的生活 先要练习这个喜欢 快乐要有个快乐的样子 快乐的样子不要忘掉 你那苦巴巴的 跟人家说快乐 谁相信啊 发生内心的欢喜 不仅嘴角要向上 舌尖要向上 舌尖啊 轻轻地接触上牙齿的齿根 没事的时候都这样 你的嘴角就自然向上 真是这样的 你试试看 有人说我不会笑啊 嘴角不知道怎么向上啊 那开关启动 自然就向上了 欢喜向就出来了 这一欢喜 内在的那些计较啊 那些烦恼啊 想不起来了 人一高兴的时候 就会忘掉很多东西 是不是呢 哪怕很重要很重要的 都会忘掉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高兴最重要 还有比快乐更重要的吗 所以很多人说 哇一开了一开心啊 什么都忘掉了 那边那边等着领钱 要忘掉了 没错了 因为开心快乐最重要 领钱也没有它重要 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所以常常提醒自己 慢慢养成习惯 在生活当中 那所有的烦恼痛苦 就连根拔起了 永拔生死之本 生死之本是什么呢 专业的说法叫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思想 合起来见思烦恼 实际上啊 就是说 我们不会看 我们不会想 看错了 想错了 所以 就把自己给困住了 困在生死轮回当中 怎么看错了呢 你看呢 会计较 看呢 会烦恼 就看错了 你先不要说看什么 不管看什么 只要会烦恼 就看错了 有人说 哎呀 我就是看错他了 气死我了 不是说那个人 是自己呀 看得太度错了 听明白了吧 想也是一样 想错了 就会烦恼 不管想什么 只要会烦恼 你就要回过来 去反省了 一定是想错了 人说 我不知道怎么想才对呢 那很简单了 不要想了 不要想这心 不能空着呢 那就想佛了 多简单啊 那想佛就不烦了吗 你试试看 想佛 你要烦也去跟佛烦 反正不用跟人烦 想佛 想佛慢慢的 我们的那些 习惯性的 烦恼的想法 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这个方法最简单 也最奇妙 你看一个老人家 他不认识字 没有文化 他来问师父 师父怎么修行啊 师父跟他说 你要听话 回去好好念佛 将来会到极乐世界去 师父就这么简单啊 不简单 你把这句佛念好 可不简单啊 记住 回去天天念佛 什么都不要管 要专心念 还要常常念 不要管什么事情 就是一门心思的念 还有没有 没了 你试试看 能这样念 就很了不起 这老人家回去 一千道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本来以前不念佛 心里面总想 管管儿子 问问孙子 看看锅里的饭 再去看看仓库里的粮食 不放心啊 习惯了 现在念佛了 想管的心 慢慢收回来了 念个三年 他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来向师父感谢 师父真是的 阿弥陀佛来通知我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多亏 多亏师父教我 这样念佛 念佛不难 难在专心 专心不难 难在长久 长久也不难 难在百步管 什么都不要管 就管好心中的佛 现在我把佛管来了 佛要带我去了 我要感谢师父 过几天回去 念佛自在往这 你看简单吗 不简单啊 其实难嘛 一点也不难啊 所以 念佛 你不能说的简单 你也不能说的很难 肯这样念 人人都可以做到 天下无难事 只要肯专心 不肯这么念 小看了这句佛号 那就难比登天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 念这句佛号 又有何难呢 刚才说的是一个真人真事 这个老人家 应该可以给我们做榜样 年岁大的同修 怎么念佛啊 就是专心念 专心了还怎样啊 天天念 天天念了还怎样啊 什么都不要管的念 心不要管 不要管儿子 不要管孙子 不要管同修 刚才说要去帮人了 帮人不是管人啊 你去帮 你去做 你欢喜 心里不要管人 那个管什么意思 你老是想控制人 老是计较 那就是管 心里不要计较 不要在意 欢欢喜喜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但你不要计较事情 用这样的心 好好念佛 你要管 就管住心中的佛 吃饭的时候管住他 睡觉的时候管住他 醒来管住他 一切时一切处 就管住这个阿弥陀佛 你把他管紧了 阿弥陀佛 一小火过来了 好了 他就把你带到极乐世界去了 真是这样 这就叫心佛相应了 把生死之本 了生死 出轮回 那些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思想 说不清楚 不说他了 全都没了 因为我们这些烦恼 太多太多了 一个一个对峙 其实来不及了 所以念佛最简单 管他什么烦恼 我一概不予理会 这阿弥陀佛大一王 阿弥陀佛无上法王 阿弥陀佛可厉害了 你只要把阿弥陀佛守好了 一切烦恼 落荒而逃 管他跑去哪里 不管 反正心中的佛念念不忘 就无负苦恼之话 心中没有苦 没有脑 什么叫苦 苦就是一种感受 什么感受 哎呀 我又难过了 为什么难过了 刚才他又说我了 那你分析一下 是他说的那个话 让你苦的吗 是的 就是的 我听到的 所以我难过 我苦了 那好 你把那个话给我拿过来 我打死他 你把那个话拿过来 交给我 我打死他 你拿不出来 那个话在哪里 说过就随风散掉了 就是说的时候 他长什么样 你说我耳朵听进去了 好 听进去 藏在哪里了 我把他挖出来 无形无形无形 你不要计较 不要执着 就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痛苦的感受 实际上 是我们误解了这个世间的种种遭遇 自己 自己用错觉 生产出来的产品 用来烦恼自己 我们所有的烦恼 都是一种错觉 因为这一种错觉 我们感受痛苦 因为痛苦 我们烦恼 因为烦恼 我们造业 于是又变成恶性循环 经上的专业说法叫无明 无明是什么呢 无明就是错觉 我们相信这个错觉 我们相信这个错觉 才有苦恼 有痛苦 有烦恼 一念转过来 原来真是这回事 你就不烦恼了 所以离苦得乐 不是换个地方 有同学说 我在这里很烦 我要去那里 我在这个房间 很痛苦 我要去那个房间 不会游泳的人 你换一百个游泳池 照样会淹死 不会转心态 到哪里都会烦恼 所以我们得先学会 转心态 为往生极乐世界 做好准备啊 有人说了 我到极乐世界 我就开心了 行行吧 你现在不开心 你这心怎么与佛相应啊 所以佛这一路都是劝我们 教我们要放下这些 无复苦恼的忧患 不仅仅往生之后如此 往生之前 从当下 现在 我们就开始 转这些苦恼忧患 为欢喜快乐 怎么转 这个阿弥陀佛万能转换器啊 你说我不会转 不会转 你就把按钮按下去就行了 他帮你转呢 你就心里面天天阿弥陀佛 一切时一切处都是阿弥陀佛 用不了多久 那脸就开了 嘴角就向上了 只要天天心中念佛 久而久之 云霄雾散 见青天 这在心里面真念哦 真是这样的 所以妙不可言 这样念佛会长寿的 你不用求都长寿 你看那海鲜老和尚 他没有求过长寿 一百多岁 没有求啊 为什么这样长寿呢 因为乐观的人容易长寿 道理很简单 不为难自己的人容易长寿 心态好 乐观 是这个国际有关组织调查 这世界上各地区长寿的普遍现象 就是人长寿 最主要原因不是保养 最主要原因是乐观 欢喜 生活中什么不计较 所以他没把自己气死 我们很多时候 大事计较 小事计较 计较来计较去 把自己计较死了 所以要想求长寿 你把那个求长寿的想法也放下 不要计较 每天欢欢喜喜 管他活多久 好了 自然就长寿了 寿千万劫 这是极乐世界的无量寿 自在随意 自在随意 是说极乐世界的生活状况 一时自在 受用自在 飞行自在 寿命自在 这是经常举的例子 一时自在 一 想穿什么衣服 念头一动 在身上了 想吃什么饭 念头一动 百味饮食 自然隐瞒 想要出门 念头一动 已经在十方世界了 而且宫殿可以随身飞行 想要如何度众生 想要如何上供祝福 无补自在 随意所需 都大自在 你说还要求什么 念佛人多想一想这些 这边还有什么值得计较 极乐世界这样殊胜的果报 一个精进 求心所愿 大家听明白了 要各自精进 精进的念佛 精进的欢喜 不是精进的生闷气 不是精进的去计较 精进的 精进的培植自己的大莲花 求心所愿 这是念佛人 我们追求的大愿 到极乐世界 成就大宝莲花 然后随愿 往十方世界 度一切众生 这样的人生 精彩无比呀 还有什么 人生 比念佛人的人生 更精彩呢 人家的人生 到最后 就差不多告一段了 没了 我们呢 越往后 越精彩 人生才刚刚开始 是不是呢 无得已悔 至为过就 特别提醒 不要怀疑 不要后悔 不要怀疑什么呢 第一个 不要怀疑阿弥陀佛 要想 哎呀 阿弥陀佛会不会来接我 不要这么想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 从现在开始 心里面要这样想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 谁说的 佛自己说的 临终界 一定会来接 第二个呢 不要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什么呢 怀疑阿弥陀佛 我能不能往生 完了 你不能往生 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说了 我能不能往生 这是你还没考虑清楚 那要怎样想呢 我一定要往生 非往生不可 谁都打不住 全世界人都打不住 必须要有这样决定的信心 有人说了 那业障怎么办呢 业障不管 谁要给谁 反正我不管 一定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有人说了 不行啊 你业障没消 你怎么去得了啊 谁说的 佛没这么说过 佛怎么说的 临命中时乃至十年 都必定往生 观经下下品 五逆十恶 临终回心 都能往生 谁说有业障不能往生呢 有业障不能往生 还要阿弥陀佛这个愿干什么 阿弥陀佛的愿 就是接引业障众生 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 念佛人最重要的 是专心念佛 业障之事呢 你就只管念佛 业障会自己脱落 它会自己消掉 你都不用管 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这个 这个下雪 雪到处都是 满世界都是大雪 你说怎么让这个雪 全部都消失掉呢 你去扫 你扫不完的 泪是你也扫不完 怎么办呢 我把太阳请出来 你慢慢扫 我请太阳出来 你说谁厉害 你扫一辈子 你扫两辈子 如果太阳不出来 你是扫不完的 结果你扫了一两百年 我把太阳一请出来 所有的雪 片刻之功 全部融化 这就是为什么 要教大家专念佛 专心念佛 不管业障有多少 念念之间 全部都融化掉了 管他业障 生了钱了 你老是盯着业障 就好比自己去扫雪了 你扫吧 累是你也扫不完 佛都给我们说的 很明白了 所以不要担心 自己业障重 但是呢 你也不要误会 哦 这没关系啊 反正太阳会出来的 我多照现业吧 你多照业 你就忘记 请太阳出来了 那太阳要自己请的 什么呢 要自己念佛 佛日在心中出现 一切业障 顿时融化 所以 不管业障深 只怕不专念 但能专心念 一切业障 都能化解 这是念佛人 一定要认识清楚的 所以你再不要说 我怕业障重啊 没消掉 不能往生啊 你这么想 就不能往生啊 不是因为业障重 而是因为自己 那个往生的信心 不坚定 所以 千万不要疑惑 对自己不要疑惑 深信不疑 这一生 各个都能往生 没有一个拉响 这叫万修万人去 听仔细了 一个都不要拉响 到了极乐世界 在点人数的 悔啊 是后悔 越到最后 越重要 有些念佛同修啊 到了最后啊 后悔了 后悔什么呢 我念了这么多年的佛 一点消息也没有 开始后悔 你要什么消息啊 阿弥陀佛还没打电话给我啊 没有 就是时间还未到 你不要瞎 还是专心念 你说我都八十了 八十又如何 九十又如何 不要想念你 专心念 阿弥陀佛还没来通知 那就是佛知道时间 还没到 你放心念佛 专心念佛 其他都不要管 反正都交给阿弥陀佛了 别人都往生了 他先替你去了解嘛 他先替你打头阵嘛 他去他的 你在这边等着嘛 不要急 你在这边还有重要任务 什么重要任务啊 念佛就是最重要任务啊 你就念佛 你就这样念念佛枉 那就是给众生做榜样 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 现在知道了 阿弥陀佛就是让他 给我们做榜样 所以念佛人 千万不要怀疑 也不要后悔 乃至最后 身体不好了 有病了 都不要动摇 念佛人 最后生了病 生了病你要这么想 阿弥陀佛 感谢阿弥陀佛 很快把我业障消掉 让我走得自在 这个身体啊 借这个机缘 我不再贪着他 不再留恋他 你也不要想着病 什么时候好 只想阿弥陀佛 管他什么病 也不要想 有没有人来助念 也不要想 后事谁来办 一概都不强 信愿具足 一心专利 这样自己 大事已办了 最大的事情 全部都办了 如果以悔 自为过就 你看佛说得很明白呀 怀疑后悔 自己障碍自己 生鼻边地 带着疑惑心 如果念佛 也很精进的话 有一点点疑惑 这个疑惑是微不足道的 严重的 就不能往生了 轻微的疑惑 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 生在边地 边地在哪里啊 边地也在阿弥陀佛边上 不是阿弥陀佛画个边地啊 让这些人住那里 也在阿弥陀佛边上 只是呢 自己疑惑心 射了一道墙 所以叫边地移成 那个墙 是疑心造成的 就像人与人之间 有了隔阂 那隔阂怎么产生的呢 我不信任你了 这就叫隔阂 念佛人 天天念佛 你就干脆 死心的相信就算了 干嘛还要疑惑呢 不是有点矛盾吗 念都念了 那就信 信就信了 那就死心的信 一点都不怀疑 这才是对的 七宝城中 有五百岁受出恶严 在七宝池边地移成呢 要耽误五百年 后面经文有专门说 不过呢 虽然是边地移成 也比在轮回中 要好得多 比在轮回的天宫 都要好得多 五百年过后 自然就明白了 五百年是极限 如果觉悟得早 我不应该疑惑 马上就没了 但是佛还是交代 最好不要有疑惑 最后 弥勒菩萨 代表我们接受佛的教诲 弥勒白言 受佛明慧 专精修学 如教奉行 不敢有意 受佛明慧啊 佛这么明白的教诲 说得够清楚了 方方面面都为我们说明 听清楚了 听明白了 专精修学 专是什么呢 专就是不改变了 一门心思 修就是 以前老是烦恼 现在把它修过来 不烦恼 以前老是嘴角向下 现在我要嘴角向上 以前老是计较 我现在不计较了 这样修啊 这叫如教奉行啊 不敢有疑 丝毫不在疑惑 既然这条路这么光明 这一种生活这么快乐 我们干嘛还要犹豫呢 这一念想明白了 就叫心得开明 开悟了 所以这一品禁文 叫心得开明啊 心开一节 眼睛一片光明 再也不烦恼 再也不计较 每天欢欢喜喜 开开心心 念好佛 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将来 才能好好往生 现在自在 往生才能自在 现在不计较 将来没人能跟我计较 所以一念心开 得大自在 这是佛陀 在这两品经文中 对我们明白的教诲 其实都是教我们 在当下生活中 如何去运用 希望我们共同学习之后 马上用在当下 让我们的生活 有一个质的提升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而念佛呢 则是享受当中 最高的境界 愿大家长生欢喜 常念弥陀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